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周二市场的情况 那么在澳洲方面的澳洲股市 终于是昨天走出了一个上涨的情况 感觉上澳洲股市每一次到了5900点附近 都会要卡壳 昨天虽然是涨了0.2% 但是依然是没有冲上5900点 当然中国股市昨天是成功的爬回到了3100点之上 两市大约涨幅都在0.7%左右 欧洲方面昨天有轻微的下跌 只有英国是出现了0.9%的上涨 目前英国股市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位 达7500点附近 在金融危机之后 澳洲和英国其实是一样都从3500点开始上涨 现在英国已经翻了个倍到了7500了 澳洲却始终是没有爬上6000点 差距是越来越大 再其他方面 这个美国股市目前是保持原地不动 这个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由于这个前FBI 美国的前FBI局长被特朗普给炒了 那这个大哥呢 炒了之后呢 也是一个不省油的灯 直接是爆出特朗普 曾经要求他呢 终止调查前美国这个国家安全助理的这个事情 导致现在呢 媒体是一篇一大篇幅的在报道 使得市场担忧 特朗普有可能会被弹劾 那这个弹劾呢 不论他有没有开始 只要这个担忧一开始 那么风险就会加大 那自然而然 与最爱风险的那个产品就是日元和黄金 所以昨天我们看到日元暴涨 以及呢黄金也是应声而上 黄金价格呢 在触及了四小时的关键线之后呢 暂时回撤 现在是等待下一次的冲锋 其他方面呢 油价在上涨十天之后 目前短暂停留在48块五毛钱附近 暂时没有冲上去 但是呢 在过去的十天 油价已经从45 44块钱最高 曾经是差一点就到过了50块以上 接着咱们今天主要话题就来说一下 现在是澳联储对于澳洲的经济的担忧 以及呢 这个特朗普啊 搞事情 搞 引爆了这个黄金价格 我们知道每月一次啊 澳洲呢 会 央行会决定要不要加息或者降息 或者是维持不动 那然后在随后的一两周之后呢 会出台一个当时他们开会的纪要 就是他们会议上到底讨论一些什么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 我们不要以为啊 只要觉得 考虑到央行要降还是要升 这个消息之道就可以了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最好是能够有一个前瞻性的判断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一次可以从央行会 官员之间的对话 和他们的会议的内容中呢 对于未来的一个行情 一个趋势 做出一个判断 这是最佳和最合适的 所以说总的来说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如果我们以后想开车 这个要看前方 走路不能低头 同样做交易 做投资 也要尽量对于大的政策 进行一个把握 什么时候可能要加息了 在大约什么时间 什么时候要降息了 在大约什么时间 心里要做的有数 之后我们言归正传 来看一下澳洲 昨天央行都 这个会议记要都说了些什么 主要说的呢 以下几点 第一是说到呢 这个现在维持现有较低的利率不变 是非常必要的 是为了帮助经济的进一步恢复 但是第二点和第三点呢 则不是太好 第二点是说到澳洲央行呢 对现在澳洲经济的表现出离死担忧 主要是来自于呢 我们知道这个铁矿石啊 说来说去还是铁矿石啊 铁矿石在四月份暴跌 导致呢 这个澳洲央行现在呢 是非常担心 要是中国那边情况不好 澳洲铁矿石矿 靠什么来支撑经济呢 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虽然经过了十年的改革 从2007 08年金融危机以后 澳洲的矿业经历了一个重大调整 但是到目前为止 澳大利亚呢 主要经济体啊 还是依靠着矿产出口 你做其他的旅游业 农产品 科技啊 这个教育 都只能作为辅助 但是呢 并不能支撑一个全局啊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澳洲央行如果铁矿石或者矿野出现什么不好的情况 一些征兆啊 按理说 它是应该降息 刺激经济啊 但是之前一直是由于房地产过热 特别是悉尼和墨尔本房产连续升温啊 如果再次这个加降息的话呢 啊 一旦引发投资者疯狂的继续炒楼的话呢 这个楼市的风险也会非常之大 所以说从去年的八月份降息到现在整整的快一年时间啊 澳洲政府和澳洲央行做的一件事呢 就是出台不断出台各种政策啊 来限制地产的炒作啊 或者说呢 至少呢 大大减少这个炒作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呢 另外央行另外提到一点就是这个失业率啊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 数字并不是特别难看 5.3 5.4左右 但是有三分之一的人现在做的是一个啊 兼职工作 换句话说呢 就不是一个全职 他只是打打散工 零工啊 那么这个散工和零工一旦经济不好 那失业率就会快速的回升 或者说快速的加大啊 所以说你说要就业就业 要完全就业呢 才会是一个较为啊 嗯 我们说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如果呢 现在像这像这个兼职啊 零工散工 虽然他是算就业人数 但是呢啊 他并不能够抵御住金融 经济不好的时候的那个走势啊 所以说基于这两点 一个是失业率 一个是呢 现在的矿业啊 由于中国一旦不好 矿产价格大跌啊 所导引发的担忧 使得澳洲央行呢 还是对未来经济呢 啊 这个保持一个非常谨慎的担忧啊 换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理解看来 也就是说 如果澳大利亚房地产那边能够压制住啊 政策上能够压住啊 不要过度炒房 那么 只要经济出现了衰退 或者说向下滑的征兆啊 不用实际 只要出征兆 澳洲央行还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降息 对比发达国家 英法德美日啊 这些国家 他们的降息都是降到零 像日本是甚至于是负数啊 澳洲现在还只有1.5% 还远着呢 啊 还远着呢 所以说这个呢 一方面是昨天说到的是澳洲联储对于澳洲经济的评价 第二方面呢 我们着钟来看一下的是呢 啊 这个 特朗普啊 最近两天吵得很热 主要是因为呢 这位大爷呢 啊 这个之前吵了一个美国FBI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结果局长在他的自己的这个备忘录中爆出呢 这特朗普是要求啊 他停止调查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一个一个跟俄罗斯啊 这个有联系这么一件事 那这件事呢 其实呢 被媒体捅出来以后啊 这个是相当之大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三权独立国家 他这个即使是总统 你也不能干预司法独立 不能干预司法调查 如果一旦证实轻则就是接受询问 重则呢 就要弹劾 甚至于呢 是要下台 所以现在呢 这个事情一爆出来 那么这个特朗普被弹劾 至少参加听证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 不论结果如何 只要出来这么一个征兆 我们知道呢 事情呢 就不那么简单啊 风险立刻变大 同时呢 我们看到这个油 包括了这个黄金价格啊 在昨天晚上就立刻弹上去十几块 十几块钱啊 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这个市场最害怕 最担忧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不确定性啊 特朗普这个大嘴巴啊 或者说他的很多种种言行 并不是传统的政客 使得呢 市场非常担心 他出什么幺蛾子啊 呃 如果他不说话 反倒还好 他就怕他呢 说话说错 或者呢 他发这个推特发错啊 导致呢 市场出现大涨 或者是大跌啊 这个呢 也正是市场担忧的地方 所以从现在来看 在过去四月份 整一个下跌的 这个包括铁矿石 石油 黄金 白银等等呢 目前好像呢 在短期内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啊 如果未来能够保持这个反弹 势头 特别是黄金 能够爬上1245以上 那么未来将会有更好的局面 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晚上注意的事件 6点30分 英国的平均时薪 到晚上10点30分 加拿大制造业数据 以及呢 到了最后12点半的时候呢 美国每周一次的原油储量数据 那最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的呢 是这个 一个产品 就是黄金 我们知道在5月12号 也就是上周的时候呢 黄金几乎就要反转的时候 我跟大家重点提到过 这是5月12号上周的图 再来看下一周图 下一张图就是今天 同样的两小时走势图 目前黄金价格在两小时以上 已经出现一个明显的突破 明显突破 但是呢 我们要说的暂时 再来看一下时间范围稍长一些 4小时走势 我们看到两小时 为什么到了1245这儿附近 开始下滑 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呢 一旦切换到4小时 就看到呢 1245 实际上就是一个 关键的阻力线 所以说一旦1245 这条这个价格能够冲破 那么黄金相信未来呢 还会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今明两天 咱们可以重点关注黄金 那如果是现在已经进场的朋友们呢 我们的这个止损价格 可能可以考虑在呢 跌破两小时以下 大约是在1225 至1335 到1330 这段区间 可以作为一个止损的参考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